咱们七个爆料验证时刻 那么我们导播还是文浩 那今天这个节目主要我们在 讲七个验证了什么验证了就是 拿中共黑钱的 FBI 官员 能政府包括政府 都会被中共用事 那就这一个标题啊文卫 你对这个标题你感觉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分钟 不是今天还有感觉以前有的感觉就是一句俗话 你挣中共钱中共要你的命对就这么简单 在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而且这个话我因为我以前有国内生活经历 通常很多的人就是朋友们私下里面 就平时其实都是在和系统就是和中共 在挣钱 在生活 然后呢朋友们呢在金融行业在金融在银行业 同志就开玩笑就是有一句俗就俗话就是 你要你要挣中共你要挣共产党钱共产党就要你的命 对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没错 这出来之后这咱们暴露革命耳手能详一句话 实际上呢我一回想起来以前呢跟他做一个呼应 跟共产党 老步进入火葬场 对好 那看这帮啊这个跟随 中共的 送给一圣这些 不管是中国的这些暴露贼 还是美国的卖美贼 我们看看这美国的卖美贼也好 呃 咱们七哥在爆料的时候他是如何把这个料爆出来的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七哥爆料 见面几十次 是吧 我所有跟FBI和CIA谈过的话 现在都已经对象了 啊 所以有人现在要要让我上国会去作证 当年跟FBI CIA都谈过什么 啊我再考虑这个事情如果环境条件合适我亏去了 那可以让FBI CIA把我所有见面的记录啊 全部都拿出来 啊 所有的我提供的文件都拿出来看哪一件事情没发生 13579的绝密文件销毁对美国对世界都是个巨大损失包括爆料革命 对吧 更重要的是什么 美国 所有的领域都被共产党全面渗透 啊我当时我记得是跟这个 CIA见面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说你们你们在物流上有没有想过在物流上小心共产党 他们说物流上他们做不了什么 啊我们控制到所有的陆地的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战略位置 包括海口 然后物流我们怕什么呢 所以大家电影看多了以为CIA FBI都是能电影上那个那个牛叉叉的屋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伟大的英勇的正义的不是这样 啊我我到了美国我跟CIA FBI见面以后我真知道他们的官僚 他们的官僚他们的内部政治斗争一点不比共产党差 一点不比共产党差 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共产党的那些人的效率呢 对吧 非常可怕的官僚啊这就是美国要付出的代价 兄弟兄弟们有点耐心让对方把牌出劲 就让你出手 你拿共产党的钱共产党会用的 那么共产党用的就是我们的基础 记住所有这些人的作为他都会被挖出来 一个都跑不了 走着看 美国有坏人 但美国这个国家是全球最大最强的体制 你可一时得胜 你想玩弄美国 走着看 美国有腐败的人 腐败了 任何群体 但不可能这个国家被从 谢谢导播文号放这个视频 七哥爆料这个视频 可以说这里面